12月15号下午6点左右 坠落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的陨石 已经被当地的村民们找到了 共有三块 最重的一块是茅甸村村民陈根花和她丈夫发现的 长度只有8厘米 重是三斤四两 研究人员认定那些坠落物是46亿年的天外陨石 也就是说这是非常昂贵的 但是陨石都被当局给收走了 村民们什么也没捞着 按照老辈子人的说法 天降陨石大多是不祥之兆 可能预示着将有大事要发生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吗 1976年3月的吉林降下陨石雨之后 当年中共的三巨头周恩来毛泽东还有朱德 他们相继去世 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另外中共党内也发生了政变 抓捕了四人帮 那么现在又一次天降陨石 会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呢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订阅新闻看点